嗨 臺灣的朋友晚安 跟你們分享一下 應該大概是去年的時候 還在香港的時候 那個時候當然 比較緊繃 壓力比較大 因為那個環境 然後就 其實 已經有好幾年 就比較不容易開心 我自己就 會在一個很不開心的狀況 就沒有什麼原因 就是不開心 然後那個時候開始 就有一個習慣 就是愛看見我太太開心 就尤其是去年的時候 因為我自己不可以 就比較困難 但我開心的感覺 比較 就是沒有什麼可以讓我開心 然後就 我發覺 原來我看見我太太開心的時候 我心情就會變得好一點 然後去年的時候 大概那個疫情最厲害的時候 我就 我就 在網路上 找 一些影片 給他看 就是 就是找 臺灣的連續劇 因為臺灣有一個 我忘記那個APP 就是他們 官方的 就 video 什麼 就是看那個電視台很多 好像現在我們都是用它 在看飛財 闖天關 那個APP 很好用 然後我太太是一個都 其實跟我一樣 就是比較容易滿足的人 就她看臺灣的連續劇 都會看得很開心 然後就會 笑得很開心 那個時候 就 我就 在香港的家 就會 她在 聽 客廳 對嗎 就 你們是客廳嗎 客人的客 聽 明天問一下 小小五天 怎麼念 怎麼念 就 反正就是我在睡房裡面 打坐 然後她在客廳 客廳 出面 就 看連續劇 連續劇 然後就 聽見她 很開心 我就 感受 哪個開心 然後 我都不告訴她 我 哪個時候的 心情 然後 我告訴她 你要看 最重要 是你開心 你開心 因為 哪個時候 就是我 沒有辦法 可以讓自己開心 然後我 就 讓她開心 比較容易 她真的 很 她看一下 連續劇 就已經 咔咔大笑 就很容易 然後我就 給她感染 那個 開心的感覺 然後 欸 很好 就 現在已經變了 我的習慣 就是 不單止是 看她開心 我看到 看到 其他人 開心 比如說我公司的 兩個 小妹妹 有時候 看見她們 吃東西吃得很開心 我都會感受到 她們的開心 欸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天 天公給我的一個 很好的禮物 就是 可以感受 別人的快樂 有時候 好像 從前小時候 不懂 分享 就是 比如說 愛吃東西 自己吃 不懂 分享 給其他人 現在就 比較懂 欸 原來 一直吃 自己 覺得好吃的東西 分 給 身邊的人 一直吃 偶然 就算自己不吃 看見她們吃 她們吃得開心 自己會更 比 自己吃更開心 那種感覺 感覺好好 欸 我要說慢一點 今天的國語 有點爛 非常爛 慢慢說 真的很 很感恩 就是 可以有這種 經驗 就是 看見 人家 開心 自己 都會感受 到 那個開心 欸 這個就是 福 福氣 對嗎 福氣 有福的福 對嗎 福氣 我之前都有 都有 查那個 注音 但是又忘記了 要看多一點 連續劇 然後 我發覺我 我要 不斷的用 注音 打字 之前 就 回復 留言的時候 都用 注音打字 然後我都 打 那個 每一個 注音都打出來 不偷懶 然後那個 聲調 都要打 但是 接幾天 比較懶惰 就用 口 講的 就沒有 很好 所以 要 用多一點 注音 就 對我的 國語 有幫助 快要睡覺了 五分多鐘 祝你們都 平安喜樂 每個人都 平安喜樂 善良 愛 和平 細節就和平了 簡單 每個人都可以的 拜拜 拜拜